周四早上艳阳高照 中华城棒培训代表队齐聚桃源的开南大学 在总教练郭迪建夫队长杨戴军带领下 展开U23世界杯棒球检标赛第二阶段集训 人员从60人大名单缩小到30人 几场交流赛时间表也出炉 球员们都明显感受到 10月底的U23确实开始倒数计时了 原本上是以2017年的四大运为基础 那今年的阶段性目标是23U 在国内我也希望说大家可以 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球目可以一直保持到23U 因为春季连赛刚打完 然后接下来就要准备后面的交流赛 然后到荷兰这样子 现在都也是处于在那种比赛的感觉 现在今天就是30人浓缩名单 所以大家要更谨慎 因为比赛马上就会一连串接着来 集训出席首要任务是恢复体能 第一天早上就雷硬的 所有投手列队绕校园跑五公里 打者也没闲着 先进行守备练习 接着长时间特打训练 轮流对着发球机 一球一球确实挥急 精实的训练菜单 大家都留得满头大汗 其实大致上都还可以 我都还可以承受 因为我们刚好在学校也有 一直在做训练 然后刚好也是属于耐力的训练 所以来到这边换成是技术面的地方 加紧训练 无非就是希望赶快进入最佳状态 毕竟这批中华队从2014年U21 隔年光中试弹运 连续夺下两面金牌 去年体的冬季联盟野风王 体内都具备浓厚的冠军DNA 这次参加U23目标非常明确 给我冠军其余免谈 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导